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是盖一的朋友 士輪 人的力量決定車的速度 今天我們就要來看看 誰能讓這台跑車發揮出最大的速度 出發 欸士輪 我知道觀眾朋友一定很納悶就是 有鑰匙不用 為什麼要用推的 那有時候會遇到車子沒有油的時候吧 這每個人都有遇到過 有有有 確實這樣出門玩得太開心 忘了加油 而且尤其又是有在妹的時候 這個時候就是我們男生 展現力量的時候 不要小看這個推車的動作 這個我們的上肢要做一個推的動作 核心穩定 還有加上我們大腿力量往前蹬 建立三項跟範籃 都是這樣點出來 所以它其實是 你挖在健身上面的一個頭子 它不是拿來帥的 最近想換三頓半 三頓半 欸你這台多重啊 1740公斤 如果再加上我們的話 1.8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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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我就要來跟四輪PK一下 誰是 健身界 最會推的男人 黃四輪 建立三項總和 690的男人 強大的神經連結 穩定的軀幹 超人般的跳躍能力 可以說是真實世界的 超級賽亞輪 蓋衣 力量與形體雙七 近年苦練跳整與格鬥 累積起強大的小腿肌力 以及全身協調性 能否戰勝超級賽亞輪 成為最會推的男人 你覺得你勝算有多長 你覺得我勝算少說嘛 你看 四輪最近剛拿下什麼 臥推比賽第一名 第一名 啊精英杯全國第三 那我剛聽完這段話 勝算又掉了10% 原本20啦 現在是10% 你今天體重是幾公斤 我現在體重74 我們是一樣的喔 我們是一樣的喔 對啊 那我們今天就是PK兩個項目 我們一個直線推車 從A點推到B點 看誰花的時間最短 然後期間之內 我們也要看 誰能讓車推出最大時速 會不會推出在時速3公里 不可能啦 3比4 不可能 我覺得第一個滿有挑戰性的 因為有些人可能前面推很快 後面很慢 所以這個配速是很重要的 它可能平均很快 沒有最大時速 可是它時間很短 你是不是兩個項目都想要拿下 沒錯 好啦那我們就開始比賽 OK Let's go 該一準備好了嗎 該一準備好了嗎 我準備好了 3 2 1 GO 來 我的起步 有點殘 動起來了 現在時速是5公里 5 6 好 來 先上去再立法 準備了一個 8 2 好怪 1 1 2 1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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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3 2 3 3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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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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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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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 5 5 4 4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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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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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告訴你決勝點是什麼 是是是決勝點是 決勝點就是要穿硬一點的鞋子 不要在過程中打滑 你現在穿慢跑鞋來 我知道 我今天我一直在家裡挑 抓地力最強的鞋子 我挑了半天我真的沒辦法 我知道了 就是一個有點滑 前面開始加速的時候會 真的 會插 但是 我覺得重點就是 在於 你推到最快速度的那個時候 你要一直維持 對 就你加速期很累 好累喔 對 很累 好累喔 能量系統一下就 我們ATP一下就用完了 我們ATP大概可能30秒 就差不多耗盡了 超無想像 你坐在車上真的爽 但 我跟你講決勝點是什麼 決勝點是 在車上的那個人 要偷偷S型這樣 我就覺得他媽車 一直要往人行道撞 我一直很緊張 沒有啦 你有沒有往右拉 還真的欸 你是不是沒有偷往右 我跟你說 我沒有東方向盤 他自己往左邊 不是 我看了一下 我稍微把它往右一點點而已 因為車是我的 我會緊張 我在推的時候 我還會顧慮 幹 蓋翼會不會開車 蓋翼會不會開車 會啦 會啦 欸 我必須得說 是不是比想像中的還要累 我一直以為就是 你只有加速的時候累 等到車子開始跑的時候 你可以越來越快 越來越快 但是我發現 他到一個臨界點的時候 你沒有辦法突破 你只能一直維持 我們兩個都卡在時速10公里 因為我覺得這跟體重有一點關係 因為那個大力士 他們體重大概都是100多 那我們兩個其實是騙輕量值 所以我們推這1.8噸的車 相對 要位移它是需要更多的公園 但是人家拉飛機 推大卡車 好誇張喔 觀眾朋友喔 真的是完全沒辦法想像這個的 家裡如果有什麼artist啊 可以先試試看 先從1.4開始 對啊就是 1.5 1.6 幫家裡省油 浪費飲料 浪費水錢 要幫你重心 還在累 我沒有 我沒有看他這麼累過 我跟他拍影片 認識他那麼久 他真的累 好啦那今天的影片呢 就先到這邊 不知道大家 還有沒有想看我跟超級賽亞魯 就是PK什麼項目 都歡迎在影片下方留言 我必須把一些什麼 建立三項 跳高這種 先刪除 看有沒有其他什麼體能的挑戰 好那如果大家呢 有想認識四輪多一點呢 歡迎追蹤他的Instagram 他自己本身也有YouTube頻道 裡面有很多 妹子 喂嘿 還沒 有吧 還沒有 還沒有 那個未來 未來 裡面有很多 棒子 健身教學 裡面有很多健身教學 反正就建立三項 他的訓練 還有一些就是 高強度健協有氧 都有 所以我歡迎大家可以去Follow一下 謝謝 超級賽亞魯 好我們下次見 拜拜 拜拜